路然刚咽气 绿茶就带着两个小孩子来分家产 在线心疼她三秒莫装的 毕竟这种货色 我们法学生一个人能打三个 没想到婆婆段位更高 绿茶不仅啥也没分到 还要倒贴钱 姜果然还是老的辣 我们三个要路然四分之三的财产不过分吧 安路一上来就狮子大开口 安路这人空有一副好看的皮囊 情商和智商都不太高 他本来是路然的初恋 赢在了起跑线上 但那时候他以为路然是穷光蛋一个 所以他毅然决然选择了在宝马里哭 后来偶然得知路家的家底丰厚 他又上赶着吃回头草 哪怕那时候路然已经和我结婚了 所以他脸皮这么厚 提出这样的要求 我是一点都不意外 安路一脸志在必得的模样 可我一分都不打算给他 毕竟和路然在同一张结婚证上的是我 我故作惊讶的说道 天呐 你这话说的太有创意了 你和路然是什么关系 路然的家产凭什么分你一半 安路拽过一双儿女 这就是理由 我冷笑着问他 你有证据吗 我们学法律的可最讲究证据了 安路掏出路然和他们的合影 指着路然 然后对着孩子说叫爸爸 两个孩子很懂事 脆生生的换了一声 爸爸 安路这一操作都给我整笑了 你不会以为孩子叫生爸爸 就能证明这是路然的亲骨肉 那这两个孩子叫我生妈 那孩子就是我生的了 你你 安路被我气到说不出话 我再接再厉又继续说道 安小姐 你上门来看我也没带什么礼物 我就不留你吃饭了 如果没别的事 你赶紧走吧 我还要休息呢 顾晓晓我们走着瞧 说吧 他摔门而去 我当然也不是吃素的 路然给安路买了不少东西 我也是知道的 可是我从来没有闹过 毕竟我是靠脑子吃饭的 何必把局面闹得那么难看 他花的那些钱 都是夫妻共有财产 我作为路然合法的妻子 我们在一张结婚证上 我是完全可以通过法律途径 把那些固定资产要回来的 就看我想不想 安路以为抓住了路然 这个傻子的心就够了 可实际上最后的赢家还是我 我收拾好心情 准备出门去机场接路然的母亲 03 路然的有个妹妹 路燕 她在漂亮国学小提琴 路然的母亲怕她照顾不好自己 所以就把公司交给了路然 然后去漂亮国陪赌 得知路然出事后 她连夜订了机票回来 小小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一见面 妥妥就拉着我的手 叙叙叨叨 她的眼睛还有些红肿 现在却反过来安慰我 我心里有些感动 妈 我们先回家 我刚接过她手里的行李箱 路燕从她的背后探出了脑袋 嫂子 我来那就好 其实我之所以能嫁给路然 主要是因为路燕 路燕是很罕见的熊猫血 LH阴性血 那时候她车祸大出血 急需输血 路氏集团在内网召集 有这种血型的人 我刚好是就去献血了 也因此认识了路燕 路燕和我刻板印象里的 附加千金完全不一样 她知道是我献血后 还特地带了补品来公司感谢我 我曾经以为路燕主动是好 是想把我当成一个移动血库 有需要的时候 就可以抽血就自己 后来 我发现是我自己太狭隘了 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所有美好的词汇 加在她身上都丝毫不过分 她极力撮合我和她哥哥 又在她妈面前各种夸奖我 爱无极无 这让路妈对我也非常有好感 就这样 在妹妹和妈妈的双重压力下 路燕答应了和我结婚 虽然一开始和路燕结婚 也确实是因为心动 但安路的出现 才让我们明白 她那些克制 那些相敬如宾 不过是因为她心里装着别人 知道这么个情况以后 我就想明白了 因为和尔蒙作祟的多巴胺 也一下子冷却下来 我清醒且理智 所以不用男强 我立马就掉头 立志不做那些装瞎子 虐自己的女主 爹妈生我出来 可不是让我被别人糟蹋的 爱情哪有亲情重要 后来知道路燕心里有人 我仍旧没和她离婚 不是因为我犯贱 而是因为我太贪恋 这个家的温度了 第一次感受家的温暖 就是在这里 我是个孤儿 从小在孤儿院长大 我有时候也怀疑 自己是某本小说的女主 是某个有钱人家的私生女 总有一天 会有保镖开着劳斯莱斯 接我回大宅子 过上纸醉金迷的日子 可是我等了18年 只等来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而且由于成年 我也必须自立门户 没有理由再赖在孤儿院 所幸 我有一副还不错的脑子 大学期间 我靠着奖学金 就养活了我自己 一毕业 就过五关斩六将 进了当地的知名大公司 陆氏当法律顾问 然后因为爹妈给的稀有的 RH阴性血 和陆燕成了好朋友 人生好像就真的 像小说一样狗血 我怨过他们 可要不是遗传了他们的智商 我也不能那么顺利的 大学毕业进入室 更不可能因为稀有的 RH阴性血 认识了陆燕 嫁进陆家 冥冥之中 好像什么都早已定好 小小 这短信上说的是真的吗 我接过婆婆递过来的手机 原来是安璐又在做药 不知道她怎么搞到 婆婆的手机号 把之前她上门 分家产的事情 贴油加醋的发了过来 字里行间 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 弱小无助 孤儿寡母的形象 控诉我如何如何欺负她 我 我犹犹豫豫 不知道如何说是好 婆婆看到我这个表情 叹了口气 这事是陆燕对不起你 我替她向你道歉 妈 你不用这样的 我低着头小声说道 这是妈会替你解决的 你不要担心 听到这话 我红着眼眶抬起头 叫了声 妈 婆婆约了安璐在咖啡厅见面 一起去的 还有我和陆燕 不过 我俩是偷偷跟去看戏的 对婆婆的态度 我其实心里没底 毕竟那可是她亲孙子 亲孙女 阿姨 顾小小她欺负我 宁可要为我做主啊 一见面 安璐就挽住婆婆的胳膊控诉我 那声音如气如素 惹得整个咖啡馆的人都侧目打量 简直是丢死人了 婆婆皱了皱眉 黑着脸说道 公共场合 注意影响 安璐看到婆婆脸色不佳 也收敛了浮夸的演技 阿姨 我和陆燃在一起三年 这是我们寓意的两个孩子 说吧 把两个孩子往前推了推 让他们叫奶奶 可孩子还那么小 见到圣人一个劲的往他身后躲 也不叫人 安璐捏着孩子的手臂 催促道 快叫奶奶 不叫回家没饭吃 许是手劲有些大 两个孩子忽然就哇哇的哭出了声 场面一时极其尴尬 婆婆喝了口咖啡 淡淡的说道 你说这两个孩子是陆燃的 有证据吗 你可以问顾小小 陆燃这些年一直和我住在一起 这孩子不是他的 还能是谁的 陆燃扭头震惊的看着我 嫂子 他说的是真的 我尴尬的点了点头 这你都能忍 这让他就这么一直骑在你头上 我苦笑着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陆燃看我这态度 恨铁不成钢 我去替你报仇 说吧 他就火急火燎的冲了出去 拿起桌上的咖啡 就泼到了安璐身上 你这个人要脸吗 我哥都结婚了 你还插足他的婚姻 谁知道你是不是找我哥当接盘侠 安璐碍于陆燃的身份 满身火气愣是憋着不敢发 只能戚戚爱爱的看着婆婆 你说孩子是陆燃的 有亲子鉴定吗 听到婆婆问出这句话 我就知道 婆婆是站在我这边的 作为一个法学生 读书的优势就展现出来了 大学专业课上 老师特意讲过亲子鉴定这事 隔代鉴定 只能鉴定相同性别的血缘关系 比如孙子和爷爷 孙女和外婆 孙女的双X染色体遗传自母亲 而孙子的Y染色体奶奶的经历也没有 所以 孙子 孙女是不能和奶奶做亲子鉴定的 陆燃破完咖啡 把我一把拽到安陆面前 你听好了 我只能顾小小一个嫂子 你这辈子都别想进陆家的门 婆婆看着此刻狼狈的安陆 象征性的给了个安抚 我们陆家也不是养不起这两个孩子 只要安小姐能拿出来证据 阿姨 虽然陆燃已经火化了 但您可以和孩子去做亲子鉴定呀 安陆看到婆婆松口 赶忙说道 我贴心的给安陆科普了一下亲子鉴定 有理有据的告诉她 这回她绝对是真死无对证 安陆听了以后 瞬间脸色变得惨白 配上一身的咖啡子真是好不凄惨 看到她这般模样 我觉得还是不够过瘾 于是我又下了一剂猛药 安小姐 之前陆燃送你的房子 车子也请你尽快归还 毕竟那可是我们夫妻共有的财产 她可没权利 单方面就送给你呢 回到家 婆婆板着脸 让我好好交代怎么回事 我支支吾吾 硬着头皮打道 对 对 陆燃忘不了初恋 初恋回来找她 她俩就一拍即合 陆燃有点生气 我哥眼睛是瞎了吗 那个安陆连嫂子的小母指头都比不上 婆婆脸色缓和了些 小小 你受委屈了 怎么也不和妈说 我低头看着脚尖 我不想你们母子的关系 因为我不和 这是多久了 三年 那不是钢领证 我哥就 陆燃惊呼 简直是胡闹 小小你是个好孩子 但你太傻了 婆婆叹了口气 婆婆这番话 说我心里不敢动是假的 毕竟在这个家里 陆燃才是她的亲儿子 我只是个外人 而此刻 婆婆却站在了我这边 陆燃眼里闪过心疼的神色 她抱了抱我 你放心 小小 你受过的委屈我 帮你逃回来 陆燃这个小机灵鬼 让人找到了安陆的老家 把安陆和陆燃的破事 印成了传单 趁着月黑风高 偷偷塞进了村里 百户人家的大门里 又雇了人去敲锣打鼓 在他老家门口 拉起了一条粉色的横幅 横幅上写着 安家有女生爱我夫 作为正妻 特来提亲纳妾 听说那吃瓜群众的证实 比村上的集市还热闹 这回她的父母 亲戚在村里再也抬不起头 看她还敢不敢那么耀武扬威 陆燃 你小心安陆告你诽谣 我提醒陆燃道 嫂子你别担心 那天她之前要两个孩子 回陆家的视频 我都录下来了 她要是敢告我 我就把视频放出去 看看到底最后打脸的是谁 看着陆燃的蛮不在乎 我还是有些担忧 狗急了还跳墙 没分的跟着陆燃 陆家这丰厚的财产 又怎么可能轻易放弃呢 她又第二次上门了 不同的是 这次她带了两个人 给她撑场子 就是她要收回陆燃 给你弟买的婚房 一个中年妇女 指着我的鼻子 率先开口 妈 就是她 安陆答道 队伍中的一个 二十出头的沙马特站了出来 妈 婚房还回去 我还怎么娶白富美 中年妇女 安抚了一下沙马特 转头对身后的人说 来 给我砸 我心里冷笑一声 这屋子里就没有低于 一百万元的东西 他们有胆杂 可没钱赔 她刚举起一个黄霓幕的摆件 我喊道 那个一百五十万元 她又把目标 放在了一个瓷瓶上 我喊道 那个是清代的青花瓷 四百万元 我双手抱胸 我劝你们还是别砸了 这屋里随便砸几个东西 安陆把房子卖了都赔不起 安陆看这架势 权衡力毙后 还是拉住了他妈 顾小小 别以为你有路然他妈撑腰 你就赢了 我的杀手锏可还没用呢 我倒要看看 你这种不受法律保护的婚外恋 有什么杀手锏 你们都堆在门口吵什么呢 婆婆从公司回来 正巧碰上我们两边僵持不下 看到婆婆出现 安陆马上换了一副表情 变脸速度之快 让人叹为观止 安陆脸上藏不住的得意 阿姨 想必您还不知道 路然把手里百分之五的股份转让给我 婆婆神色微变 但很快又恢复正常 据我所知 如果这百分之五的股份 我卖给其他股东 那您就会失去对陆氏的控制权 你想要什么 婆婆问 阿姨 我也只是想加入这个家 只要你承认 两个孩子是陆家的继承人 那么我自然不会把股份卖给其他人 安陆这招确实高明 而我们似乎就只剩下妥协这条出路 谁知道你胜是趁我哥睡着 偷偷按了他的手印 陆烟马上反驳道 不料安陆居然还有证据 这里有陆然亲口承认 把股份转让的录音 安陆掏出录音笔开始播放 而婆婆听完内音 神色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安小姐 您提出的要求 我们会考虑的 过几天 会有专业的律师来和你沟通 安陆听到这话 心里的大石头也放下了 献媚的笑着说 那我就等阿姨的好消息了 她以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向我挑衅 顾小小 我劝你 还是赶紧收拾收拾离开吧 不然到时候被扫地出门 可就难看了 说吧 就带着一大家子人 大摇大摆地扬长而去 安陆走后 陆燕和我面面相去 妈 你真要答应那个女人 让她的孩子进陆家 那嫂子怎么办啊 这5%的股权 关乎着陆是最终的归属 对于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我们确实低估了安陆 完全没想到她还藏了这招 比起那些固定资产 股权显然重要多了 安陆现在拿着股权来威胁我们 就如同另外被人扼住 让人动弹不得 妈 我没关系的 就让安陆住进来吧 我搬出去 我不忍心 活泼为难 主动开口说道 小小 你放心 有妈在 不会让人欺负你的 嫂子 你不用担心 我妈肯定有解决办法的 可是安陆的孩子是无辜的 毕竟是陆燃的骨肉 你也舍不得他们流落在外面吧 嫂子你别瞎想了 现在已经死无对症了 谁知道是不是呢 陆燕也安慰我说 你不要瞎操心了 再熬坏了身子 这段时间 你一直在忙陆燃的葬礼 已经够累的了 婆婆沉默了一会 最后似乎下定了什么决心 12 小小 你知道 为什么从来没人在家里 提过陆燃的父亲吗 婆婆问道 无论是陆燃还是陆燃 几乎都从未提起过他们的父亲 仿佛他是这个家里的禁忌 而我只从新闻上看到过 他父亲死于一场意外的车祸 其实 陆燃不是我生的 婆婆开口说道 那陆燃 陆燃是他和秘书生的 婆婆凭对待两兄妹一视同仁 因此陆燃也一直被蒙在鼓里 一时间被这番话惊得说不出话 婆婆顿了顿 又继续说道 他和秘书出了车祸 都没活了下来 我见陆燃可怜 不忍心把他送去孤儿院 就把他带回来养在身边 这么巨大的信息量 着实让我消化了好一会儿 婆婆又叹了口气 我本以为陆燃是我从小养在身边的 不会像他爹一样 结果还是这样不争气 早知道就应该很心送去挖几年野菜 制止他的恋爱脑 陆燃终于回过神来 所以陆燃和那个女人生的孩子和妈 压根没有血缘关系 婆婆给了陆燃一个如此可教的眼神 婆婆一脸歉疚地看着我 之前看你和小燕投机 人又善良 这才逼陆燃让他娶了你 没想到最后竟然害了你 小小是妈对不起你 所以小小你不用做任何让步 这个家永远有你的位置 13.可股权的事情怎么办 万一把暗路逼急了 真的去卖了股权可就麻烦了 我还是有些担心 但婆婆却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人怎么在同一条沟里翻两次车呢 原来几十年前 陆父也做过同样的事情 陆父和婆婆白手起家 几年后公司走上了正轨 陆父却出轨了身边的小秘书 恋爱脑上头 为了讨好小秘书 陆父偷偷把股权转让给了他 差点把陆氏拱手让人 然而还没等股权转让的流程走完 他俩便在去庆祝的路上出了车祸 流程也就终止了 为了防止类似的情况再发生 婆婆早在公司的章程里 对公司股权转让做了规定 股权人只能转让股份 给有亲属关系的人 根据这条规定 陆然转让股权 给安禄的这个行为属于无效转让 所以安禄的威胁也根本就不存在 我不由的对婆婆竖起了大拇指 安禄本以为这次婆婆一定会妥协 但婆婆的律师迟迟没有找她 她终于按捺不住又来作妖 我再给你们最后七天 最近可是有不少股东都来找我呢 安禄洋洋得意的说道 此刻我们胜券在握 还忍什么 我立刻反击回去 你确定吗 动动脑子在和我说 顾晓晓 我看你能嚣张到什么时候 等你们失去故事的控制权 回来跪在我面前哭都没用 我把准备好的材料甩到安禄面前 你好好看看这些资料 你觉得你有什么资格这么和我说话 这 这不可能 你一定在骗我 安禄不可置信的看着眼前的材料 逐渐变得歇斯底里 等律师的诉讼书寄到你家里 你就知道我是不是在骗你了 安禄吵闹的声音惊醒了婆婆 她从楼上走下来 看婆婆没有说话的意思 我继续没说完的话 哦 对了 安小姐 你最好再算算 路然给你的那些大额转账 到时候和房子 车子一并归还我 那些都是她送给我的 而且房产证上有我的名字 那自然就是我的了 你凭什么要回去 安禄出生辩驳道 我轻蔑的笑道 安小姐有空还是补习一下新婚姻法 路然给你买的房子 车子还有转账 都属于挪用了我们夫妻的共有财产 作为她的老婆 我是有权要回来的 安禄撇到一旁不作声的婆婆 仿佛抓到一根救命稻草 一下跪在了她面前 她身泪俱下 好不凄惨 安姨 我给安禄生了两个孩子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你不能让顾小小这么对我呀 婆婆冷冷地看了她一眼 这孩子没人逼你生 你非要把自己 比作声誉工具才可悲 婆婆说完 就叫来了保安 强行把安禄撵了出去 我本以为是已至此 安禄的事情也就结束了 没想到婆婆段位更高 仅仅用了一招 安禄不仅啥也没分到 还要倒贴钱 果然将还是老的辣 我们查了陆然的流水记录 她前前后后 在安禄身上花了不少钱 除此之外 她为了哄安禄开心 还给她注册了一个皮包公司 每个月从陆市账上 划走一笔十万元的资金 其实陆然这么做 倒也可以理解 婆婆管了眼 安禄花钱又凶 她的那点小金库哪够啊 不过一个月十万元 显然还是少了 毕竟S市的市中心的房价 一平方米就要十万元 这一个月一个月的挤牙膏 就算陆然能忍 安禄肯定也不答应啊 所以陆然铤而走险 和银行借了一笔一千万元的贷款 企图通过瞒天过海的方式白赚 一千万元这么大的贷款金额 银行也很谨慎 需要有同等价值的东西来做抵押 陆然选择了 把安禄的皮包公司拿去抵押 可安禄的公司说白了 不过是个皮包公司 这资产哪里值一千万元 于是陆然为了让银行相信 公司值一千万元 就以业务合作的幌子 和安禄的公司签订了 一千万元的假合同 而银行得了交易凭证 同意了贷款 把一千万元打进了安禄的公司 表面上看 陆氏账面没有亏空 而安禄却空手套了一千万元 不愧是陆是从小培养的接班人 经济手段玩得真溜 这意味着只要陆氏想 就能让安禄把这根本不存在的 一千万元倒贴给我们 这次我和婆婆主动出击 一套婆媳子和权 让安禄输得毫无招架之力 按照婆婆的吩咐起草的诉讼书 撞告安禄为按照合同旅约发货 要求他偿还一千万元 一场新的好戏即将上演 陆氏最近股价一路下跌 婆婆每天忙得不可开交 可婆婆她身体一向不好 才半个月就累到住院了 谁承想在医院都不得亲近 收到诉讼书的安禄却坐不住了 只不过这次她稍微聪明了一点点 开始打亲情牌 带着两个孩子来医院探望婆婆 可她没想到这两个孩子 让婆婆越看日期 都说女儿随爹 儿子随妈 这两个孩子身上 还有陆父的和小秘书的影子 这哥谁能开心啊 心里添堵倒是真的 安禄还希望通过小女儿 刷点亲情点 结果事被公办 你来干什么 婆婆的语气中 带着几分不欢迎的意味 阿姨 我听说您身体不好 特意来看看你 你不来 我好得更快 不留一丝情面 婆婆的发言 让安禄的脸一阵白一阵红 阿姨 您快别这么说 您和孙子 孙女好久不见您了 闹着想见您 我这不就带他们来看看您 安禄满脸对笑 透着一股子讨好的意味 两个小孩不安事事 睁着懵懂的眼睛 好奇地打探着婆婆 可婆婆并不吃这套 安小姐还是少动歪心思 那一千万元 你一分都别想少还 阿姨 我上哪去凑那一千万元啊 安禄哭丧着脸说道 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 你破坏别人家庭的时候 怎么不想享有这么一天呢 妈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陆烟兴冲冲地走进病房 发现安禄也在 她笑得更开心了 安小姐怎么也在 正好解释一下这些照片 她从怀里掏出了一把照片 照片上是安禄和一个油腻男子 勾肩搭背的画面 怎么看怎么恶心 陆烟嫌恶地对安禄说 看来安小姐不挑食 这么快下家就找好了 安姨 这是我远方亲戚 不是你想的那样 安禄无力地辩解道 但此刻根本没人相信她 安小姐你过来 病床上的婆婆说道 安禄以为事情有转机 忙不迭地坐到病床边 谁知道婆婆抬手救了安禄一个巴掌 这一巴掌是替陆然打的 他人刚走 你就和不三不四的人勾搭在一起 安禄还没反应过来 第二个巴掌又落下来了 这一巴掌是踢小小打的 这三年你没少欺负她 她善良 不愿意做恶人 我这个当婆婆的自然要帮她出气 两个孩子没见过这阵仗 被吓得哭出了声 妈妈 妈妈 阿姨 我揉了揉被炒到疼痛的额头 叫护士把他们赶了出去 毕竟婆婆现在还病着 需要静养 听说陆烟上次在安禄老家拉横幅 搞得他们家里人在村里根本抬不起头 于是老家的人便全来投奔安禄 不过不知道安禄的钱过他撑多久 毕竟此刻的安禄 不但失去了陆然这个ATM 连之前捞到的房子 车子都被法院要求还给我 这一大家子看起来都不是擅长 酒店的花销肯定少不了 想到安禄接下来还要掏一千万元 来贴补陆然惹出的麻烦 做梦都会笑出声来 安禄估计做梦都想不到 他明明机关算尽 怎么就一息之间 他的如意算盘全部都落空了 为此 我们决定家里开了个小型派对庆祝胜利 我妈在酒窖里藏了两瓶好酒 我这就去拿了 陆燕偷偷跟我跟我摇耳朵 可谁知一个小时了 她还是没回来 妈 你的酒窖很远吗 酒窖 不远啊 酒窖不是不行五六分钟就到了吗 我神色一变 奄奄说去拿酒 已经一个小时没回来了 婆婆赶忙拿手机去给陆燕打电话 可电话那边却传来一个陌生的男生 想要陆燕活命 就拿五千万元来赎人 什么地点叫人 鱼人码头的绿色垃圾桶里 我收到钱自然会放陆燕回家 好 记住 不许报警 发现你们报警 我马上就把陆燕丢进海里为鲨鱼 我怎么知道陆燕真的在你手上 对方沉默了一会 你想怎么证明 把陆燕的照片发到我手机上 好 挂掉电话 婆婆打开了拨号键盘准备报警 我赶忙按住了她准备拨号的手 绑匪不是不让报警吗 万一他们真撕票怎么办 这声音你听得不耳熟吗 我想了想 确实有信数 但是我完全想不起来 在哪里听过了 燕燕最近出了安路那家子 也没得罪过别人 我一下子想起来了 这声音可不就是安路那个沙马特弟弟吗 可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呀 报警万一惊动了他们怎么办 燕燕的手机可是有GPS定位系统的 贫穷怕是限制了这些土包子的想象 正在这时 绑匪的照片也发了过来 婆婆把照片保存到手机相册里 然后拿给我看 你看这照片上都是带着经纬度的 和GPS上面的信息是吻合的 顺着绑匪提供的线索 我们顺藤摸瓜的找到了 码头旁的一个废弃仓库 我们也不知道里面情况如何 肯定不能硬冲 于是就守在仓库外打探情况 不过我们来得抢 正赶上安路和他妈从仓库出来 妈 这样做是犯法的 趁着露燕还昏迷着 我们赶紧把人送回去吧 本来以为你帮上大款 能给你弟更好的生活了 谁知道还是要靠你弟弟才能抢回来 妈 我不是刚给你们五十万元吗 这笔钱够你们在乡下好好生活了 五十万元 你当你弟弟是要饭的吗 他心坦的那个白富美 人家出手就是二百万元的劳力士 你五十万元够干嘛的 妈 我这些年唠叨的钱都给安东买房买车了 你还想我怎么样 你还抱怨上了 要不是你之前甩的露燕 现在陆夫人的位置不就是你的了 可是 那时候明明是你让我 安路小声反驳道 安路话还没说完 就被赶来的警察给制服了 毕竟安路一家人并不是专业的绑架犯 看到警察一下子就怂了 都是我姐做的 和我们没关系 我只是来给他送饭的 被抓的沙马特看到情况不对 马上给他姐姐泼脏水 安路那个重男轻你的妈 听到儿子的话也赶忙附和 安路都让你不要绑架露燕了 你骗不听 安路看着他妈和弟弟的一唱一和 眼里逐渐失去了光 最终 安路因为绑架勒索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而安路的弟弟和他妈作为从犯 则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两个孩子据说送到了亲戚家 也再没了消息 事情尘埃落定后 路燕找婆婆商量改姓式的问题 妈 我想改姓 以后就跟您姓梦 我想起我哥和我爸之前 做过的事情就觉得恶心 婆婆听后欣然同意 路燕正式改名叫孟燕 孟燕已经耽误太久学业 不过 婆婆还要忙公司的事情 她这回只能先暂时一个人 回漂亮国上学 走之前 她翻出了手机里的合照给我看 想想 你看看这些男人 你有没有喜欢的 我回去就给你要联系方式 好家伙 没看出来 孟燕的朋友们 居然各个藏龙卧虎 她挨个指给我看 这个是M国的当红歌手 这个是N国的王子 这个是F国的顶级歌手 这帮妖孽我哪里吃的香 我婉拒了她的好意 小小 我一直觉得对不起你 要不是我撮合你和我哥结婚 你也不会受了那么多委屈 我揉了揉孟燕的脑袋 小傻瓜 比起路燕的情情爱爱 你和婆婆才是对我最重要的存在 是我该说谢谢 这段时间一直是你们站在我身边 支持我 要是这些你不喜欢 我再让我妈看看 她那些合作伙伴里有没有合适的 孟燕可能红羊当上瘾了 完全没听出我话里的意思 不过也不是很重要 她开心就好 最近公司的事情忙得差不多了 婆婆终于有了闲暇的时间 我正在给婆婆削着苹果 婆婆突然开口说道 小小 我知道你不喜欢做生意 可现在燕燕上学去了 我需要一个你这样的人 要不 你从房屋部转过来帮我吧 我不行的 我摇摇头 我对经营公司可谓是一窍不通 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路是这么大的一个公司 都是几百万元几千万元的项目 万一有点什么差错 就是把我卖了也不够赔呀 小小这么聪明 怎么不行 有什么不会就来问我 以后有你帮燕燕 我也放心 我真的可以吗 我不自信的又问了一遍 当然可以 婆婆坚定的回答 但我有了信心 别人可以做到的事情 我顾小小为什么做不到 我又不必别人笨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 公司渐渐走上正轨 可我和婆婆都觉得 路是这公司名字越发的碍眼 于是我们决定把公司名字改掉 婆婆正式向工商局提出了 公司名称的变更 从路是改为梦是 不过因为是上市公司 所以前前后后这流程走了快一年 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关于这次改名外界众说纷纭 还编撞了不少离谱的传闻 事实上 我们不过是遵从内心 一年以后 我已经能有任有余的处理公司的事务 孟烟也求学归来 为了庆祝她顺利毕业 婆婆特意给她举办了一个晚会 晚会上婆婆宣布 顾小小 以后就是我的干女儿了 将拥有梦是10%的股份 希望你们两姐妹同心 把公司越办越好 我不敢相信的看着身边的孟烟 她调皮的笑着 小小 这份礼物你喜欢吗 我当然满意 我期待了这么多年的家 终于有了